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半明 然后我看你打了一个鸡蛋 你等一下要把鸡蛋拌到这个里边吗 是的 然后里边要加淀粉吗 加少许的淀粉 少许的淀粉 然后会让整个的肉质变得更加的嫩 好 现在怎么样了 里边还要放什么 蛋黄 加蛋黄 我选的是只有一个鸡蛋黄 不要蛋清 一般有很多用蛋清 但我用蛋黄 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喜欢加蛋黄 不懂 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做出来 用蛋黄做出来特别好吃 对 因为我有这么做过 好 然后把这个蛋黄搅匀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放淀粉了吧 嗯 里面要放盐吗 嗯 不用 因为腐乳是咸的 对 是咸的 少许的淀粉 其实我做肉菜的时候呢 我也特别喜欢把肉里边拌一些淀粉 因为我觉得拌完淀粉的肉呢 它可能非常的嫩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拌完淀粉的肉 一定就是油温不要太高 是 就差不多你的热锅 热锅里的油放一会儿 你就可以去翻炒它 这样的话呢 它不容易粘锅 要不然那淀粉的全部留在锅底 然后你在炒菜的时候呢 这个菜呢 炒的就有点不太清楚了 是 嗯 好 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就该切 切 葱 葱 姜 姜 对 来 这个东西我来帮你继续搅拌吧 好 在肉的腌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来切它的这个配料 选择的是大葱的葱段 哎 我觉得这个大葱的味道 比那个香葱的味道要好 因为做葱爆肉啊之类的 我们都得放这个大葱对吗 对 而且山东人特别喜欢这个 大葱卷煎饼 然后蘸酱 其实我有一次吃过 我觉得真的超好吃的 只不过吃完了之后呢 嘴里呢 味道有一点点不太好 但是美食当前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姜呢 在这个肉制品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 对 我们就切成丝 切成丝 好 今天呢 我们做的这道菜呢 依然是一道重口味的菜 还有一个小步骤 什么步骤 先来告诉大家 就调那个 该会爆肉的汁 你要先调汁 对 怎么调 先放什么 这回我看你的调料很多 料酒 对 料酒放两勺 两勺 醋 醋放一点去腥味 然后还能够让肉的肉质更加的嫩 生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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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两勺 然后让它上色 接下来的部分是 白糖 白糖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吃糖 其实我觉得 对 然后南邦人都特别喜欢吃糖 比如说江浙一带的 然后广东的 然后就是福建的这边 我觉得都特别喜欢吃糖 当然就是 现在很多人呢 就是用这个白糖 他已经采用了这个不含折糖的糖 因为这样的话呢 一个方面提鲜 另外一个方面对身体挺好的 是 刚刚加了一件吧 鸡精 小学